今天去佛山西潮平沙島,雜火龍果 平沙島是佛山西潮山附近的一個島 所有車和人都要坐這個渡輪,才能過到島那邊 開船了 過平沙島的渡輪,逢半點和整點會出發 一個小時兩班船 五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平沙島 平沙島是週末或節假日休閒的好去處 島上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水果 還有一些農莊可以吃飯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要來的火龍果場 多大一片,全部都是火龍果 這裡的火龍果全都是有機種植 你們看看,多多人特意開車過來買果 果園裡面可以見到很多木瓜樹 不過現在全部都未熟 現在只是火龍果成熟的時候 一眼看去,你們看看有多少成熟的果實 在樹枝島 這裡的火龍果日曬充足 不噴任何農藥 人工瘦花粉 所以特別甜 不過價錢也不便宜 在市場,10元三隻四隻都有 但這裡的火龍果要16元一斤 自己親自來摘一下果 火龍果的樹枝上面有很多次 摘的時候一定要很小心 否則會很容易被刺到,很痛 又紅又大 這隻也很大 用來試一下 夠了 狀一下 可以黏在自己摘 那些火龍果 可以否要掉下火龍果 你再吃這個燈 那些火龍果 是有差距的 是啊 但是始終我都買不到這些用品了 肯定 我會吃一個 這裡是否放冰箱清甜很多 高高雜落的給我放冰箱 那就是品種問題 這個清甜很多 為什麼要是都要你這裡找呢 真的很好吃 你說真的開幾十公里車 開一百幾十元勞費都要 你這裡幹什麼 火龍果乾其他地方沒有的 是啊多一點吃多一點 慢慢一片片就好吃 哇真是好甜 沒有加糖的 沒有的 信天賣產品 好甜很好吃 來到這裡當然要買些火龍果回家了 買完火龍果準備回廣州了 現在可以欣賞到太陽下山的美景 極陽無限好 指示更黃昏 好 指示更黃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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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